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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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天强度降低 发生短路 烧毁电机着火等 露天堆垛火灾 室内不宜堆放柴草 如确有必要 要尽量少存 柴草切不可堆放在炉灶旁 要与炉灶 烟囱 灯烛等保持一定距离 也不要把柴草堆放在门旁 室外露天堆放柴草 堆垛不宜过大 垛与垛之间要有防火间距 堆垛应选择在 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或侧风向 汽车火灾 夏天很容易发生汽车火灾 其主要原因是 有的汽车使用时间过长 电源线路老化 亦发生短路 有的汽车超负荷装载 造成发动机温度升高 再加上天气酷热 发动机通风设备不好 从而引起汽车自然 施工现场火灾 施工现场的氧气瓶 防火材料 油漆吸料等 易燃易暴物管理不严 直接放在高温下暴晒 未采取有效的遮挡措施 没有设置在通风阴凉地点保存 这样很容易发生火灾事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